我没有认为他们是职业学生 我只是说他们有技术性杯子或者有嗆瞎 我没有认为他们是职业学生 即使是那个样子我也觉得是好事件 我很欢迎嗆瞎的事情 今天其实都没有出现这种不同的声音 我还蛮遗憾的 我觉得人权高于主权 这种情况当然是以后人类发展的一个趋势 任何一个领导人在本国做的坏事 都可能受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追踪 所以这是值得肯定的 台湾的媒体如果可以认识的话 你希望他可以认识的话 台湾的媒体首先叫认识到说 其实威权是可能复贵的 不要以为说威权不可能复贵 这点意识的觉醒来得比什么都重要 那有没有更多的建议给年轻人 我觉得要了解一些过去台湾总部的历史 尤其打环运动的历史 知道过去成了什么样子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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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